永远 公园1402年 是中国大明王朝历史上 一个特别的年份 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毕 历时四年半的静难之意 走向了本身 此时 志在必得的朱毕 就站在南京城外 性格软弱的建盟帝朱允文 在城内毫无回应 冲城之战 就此打响 南京城不以坚固朱毕 体现着皇权神兽的统治地 老蒙深算的主义 早已在城内安排了内应 他统领的北军如得神助 顾若金汤的皇城 毫无悬念地被攻破了 从祖父太祖朱元璋 亲授皇位的那天开始 朱允文就再没有了自我 今天这个局面 与其说是雍臣勿国 倒不如说是他自己不作为所造成 外面那个以兵伐城的人 是自己的四叔 一向怯懦的朱允文 此时倒被激发出朱家人的血性 他想到了被自己削藩 而自焚的湘王朱百 亲手点起的火 能保住的是他最后的子孙 朱允文火烧后宫 不知下落 至此清君策为名的静难之意 以朱棣的胜利告终 朱棣即位仗天下落 此理将年号改为永乐 快 翻过前面那座山 快 星儿 到什么地方了 快到我座山了 快 星儿 到前面我们换马 是 侯爷 我们分道而行 我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看见没有 就是那个黑衣服的女人 盯死她 走 明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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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点 走 快点 走 都出来吧 我们跟你数百里地了 到此已是绝境 别想虚张声势吓走我们 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小心 多谢大侠出手相救 不用客气 慢走 走 去看看他们是什么人 师兄 这玉牌好像是真的 师父 他们来了 小侯爷 有人跟踪我 物举寡怀 请跟我来 放心吧 这里是武当山 来这儿何人 带我去见你们道长 你是谁 道长不是你想见就见他 难道非要我出手才肯答应吗 如果你真想见我们道长 先过了我们四个人这一关 再见也不迟 是 就凭这一招 够见你们道长了吧 一招破了我的四象阵 女侠果然好身手 班门怒府 在下雪儿心窃都有冒犯 还望道长 我们都下去吧 雪儿 听闻侯爷被钦点做驸马了 可是真的 是真的 如此 恭喜侯爷 云南牟家从今以后 就更上一层楼了 雪儿 你千里迢迢追我到此 难道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这些都是多余 侯爷见谅 是我 自讨没趣了 告辞 这个给你 雪儿 你 侯爷想怎么样 大算拿我进京请宫吗 好吧 雪儿 可不可以听我解释一下 要解释 我们就不会在此见面了 雪儿 你想一想 我为什么一个人深夜上武当山 此处不是讲话的地方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 这里比较安全 侯爷和武当山关系果然非同一般哪 不错 因为这里面藏着我的秘密 什么秘密 这也正是我准备要告诉你的 你说 雪儿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吗 沐昕在你眼里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好 不说也罢 其实 从你一口一个侯爷的称呼里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那就说你的秘密吧 你该不会忘吧 我们曾经一起商讨过 如何才能更自然地接近当今圣上 你是说 你去做驸马 是为了 你 我为了你 为了我 也为了我 为我曾经对你许下的诺言 云南沐家绝对不是朝三暮四之辈 我沐昕更不是忘恩负义之徒 雪儿 难道你希望我把新挖出来给你看了 谁在那 慢 我去看 是 沐昕 你干什么 别怪我 我只是不想看着你去做无谓的牺牲 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 你错了 沐昕 你 我不会原谅你的 我恨你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母亲 雪儿 众向南两全 大巨为重 同学们你们看 这就是武当山宫殿群 号称是云中的故宫 这是永乐皇帝 动用了三十万人 前后历时十二年才修缠完成的 三十万人 这一副 大家知道 永乐皇帝 是靠靖难发的家 他是从他的侄子手中 朱宇文的手里篡夺的皇位 名不正则言不顺 你在哪 老凡特别人 你敢见他 说自己 快点快点快点 是北方真武帝的化身 对 同学们都知道武当山 是真武大帝的道场 所以就被永乐皇帝 选为皇家道场 他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你是哪一位 老师 您不认识我 我叫沐天亮 你就是沐天亮 少见了 不少见 我 其实一直都来上您的课 就是我一直很低调 不好意思打扰您 不要跟我打哈哈 你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 我跟你讲 我的课我跟你明说 你过不了了 不是 老师 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上您的历史课 真的 我一直都没跟您说 其实我家里有些事情 我母亲身体不好 我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 母亲又病了 这次你说你母亲病了 上次我记得你说你爸爸病了 下次你准备说谁病了呢 你是不是打算把你家所有的亲人 都搞进医院里才高兴啊 雕虫小鸡 搞什么搞 不搞 不搞 好 我们继续讲课 你想想 老凡的课你是过不了了 你听见没有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的人生信条 那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你啊 永远都是这德行 改不了了 来 请 谢谢 这是乾隆年间 四川总督孙世义 写给武当山墨高针道长的一封信 您看一下 好 看看 这是哪儿来的 您觉得这封信有价值吗 太有价值了 那这封信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我也是偶然得到的 高针无凶 一别经年 音讯两不闻 甚为思念 第代目四川十又三年矣 其间经历艰难困苦 不可细数 皇上秘命勿期 寻获张贼献忠 所移聚宝 以冲国用 这是皇上让他找张献忠的宝藏啊 嗯 看宴局乃皇命所设 年费十万有余 五等已按所成情形悉心查访 博彩舆论 知晓彭山眉山居民略闻其处 然耗尽年费 一只寻得区区白银三千两 三千两啊 是啊 孙世义当时花了十几万两 但只挖到了三千两 这个孙世义可真是一个能臣啊 当时乾隆帝以三个月为限 让他找到宝藏 否则立马撤职法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瞧孙大人的 偶斯即当日与兄共有五当 七处于全时之间 连姓西陶最非银斩 论及前朝旧事 兄莫须提及真无脚下 亦有前朝天子所藏聚宝 所藏聚宝 这孙世义 花了大钱挖到小钱 他是怕皇帝怪罪他 于是想到 墨高贞道长曾经说过 明朝天子 曾藏聚宝于武当山 他是想和墨高贞道长 一起找到这批宝藏 这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看看 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三 正史记载 孙世义死于当月十六日 暴毙而亡 这么巧啊 他刚想去找宝藏人就死了 等一下啊 好 方老师 我 你来干吗 方老师 我这不是来看您吗 行会啊 行什么会啊 我这是尊尊尊老 尊老师 爱幼 樊教授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这些资料您就先留着吧 好的 慢走啊 方老师 这女的是谁啊 拿着你的东西赶紧走 想及格 你就老老实实的写一篇像样的论文 走 方老师 老师 这个学期您就放我一马 下个学期我一定努力 好吧 明年重修一次 我就放你一马 好不好 走走走走 走吧 那怎么办啊 咱们学校还有这等级品啊 又是你 怎么样 今天没有人抢你车位了吧 今天不用爬天窗了吧 我告诉你啊 我是零八级历史记的我就不天亮 走吧 快点 好 大家好 我是林如意 今天樊教授有点事 我来带他上课 干吗 行啊 老师你都干啥 今天我们继续讲武当山史 武当山的故宫乃云中故宫 当年永乐皇帝用了三十万民众 历时十二年修缮完成 下面我们讲静难 我们都知道永乐皇帝是靠静难起家 从他的侄子朱允文手里夺来的皇位 皇秘书 这飞机晚点 让你久等了 没有没有 聂书记 在酒店已经为你订好了宴席 等着为您接风了 不会才给你们添麻烦吧 不会的 不会的 你远道而来应该的 欢迎光临 这是我们聂书记 这是庞教授 聂书记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 欢迎你投资修上五龙宫啊 这是一大善举 我代表政府欢迎你 应该的应该的 我已经略备酒席为你接风洗尘 谢谢谢谢 我们就喝这个吧 好好好 那个庞先生身在国外 新系祖国回报家乡 来 我代表八百里武当山 及全体人民敬你一杯酒 好好好 欢迎到来啊 谢谢谢谢 来 请 来 请 来 坐 吃菜吃菜 来 吃菜吃菜 聂书记 你这么盛情款待我 我可真是受之有愧啊 其实呢 还是咱们这个政府的招商引资的政策好 嗯 像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商人哪 有了一些成就呢 然后回报咱们故里 这都是应该做的 这次你帮了我们大忙 正因为你及时的投入资金 我们五龙宫的修复工程 可以提前开工 这正好可以赶上我们的 第三届国际武术节 就是现在的武林大会 到时候啊 我们也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开光大典 有聂书记这句话 我一定尽力而为 在你啊 没有游览之前 我先简单地 向你介绍一下武当山的情况 水之阴 山之阳 天下太极出武当 武当仙山 是天下第一道家仙山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它有九宫八冠 七十二年庙 上下绵延一百多公里 十位于北京故宫的皇家道院 如果说北京故宫是人间的皇宫 那么武当山金殿和金顶 就是天上的皇宫 我们武当山还有三陵 武当仙境神秘空陵 武当文化华夏魂陵 武当武术玄妙飘零 武当山道教的精髓呢 是天地有道道法自然 内外兼修 阴阳和谐 担当道义 游览武当山你会感受到天地之间 生死之间 仙凡之间 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和包容 这正好符合我们现代社会和谐的主旋律 我一定要登上武当山 我亲自去体会一下武当山的灵气 我重点向你介绍一下 我们的文史文武专家樊碧飞小首 他可是我们武当山的火百科全书 听说你对这个武当山的文史和文物 也有所研究 以后你们要多沟通交流 好好好 樊教授 我正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请教不敢的 一起探讨 探讨 这个永乐皇帝北建故宫 南修武当 他把这个道教和武当山 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咱暂且不说 他要假借真武大帝 来余弩苍生 他耗费了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杭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看来庞先生对明史也是很有研究的 您是专家呀 我的理解和分析 这个永乐皇帝这一生有两件事情非常纠结 第一 继承皇位 名不正 第二 建文帝生死不明 因此他北建故宫 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老巢 好 那么南修武当呢 是为了给自己证明 很多史书当中记载 说这个永乐皇帝从来就没有去过武当山 这就很奇怪了 他花钱修的武当他自己都不去 这个讲不通的 不符合逻辑的 据我考证 事实上他去了 而且去过不止一次 樊教授的见识非同一般 这件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永乐 刚刚建国啊 国库空虚 百废待兴 这个时候他同时开展了 两项浩大的工程 那么经费从哪里来的 联想到朱棣悄悄地去武当山 难道这里面还藏着什么秘密吗 难道武当山真是有传说中的宝贝 这都是猜测 来 别光顾着说话 吃菜 聂叔姐 我有个想法 这个是樊教授是吧 樊教授 我想聘请樊教授 作为修善武龙宫的修善顾问 这要看他呀 只要他有时间 他愿意 我支持 义不容辞 一定尽力 下课 走啊 走啊 你先走 你先走 你小子贼心不死 去去去 外面等我 好 好嘞 这位同学 你有什么事吗 老师 咱们刚才是误会 你别往心里去啊 及格了没有啊 这及格吧 有时候还真是个难事 正要求求您跟那个樊老师说两句好话呢 你可真会顺杆爬呀 如意 咱们走吧 来了 我们走吧 如意 中文讲得还不错嘛 来了来了 好 你好 房先生 樊教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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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貌美地请你来 是有一件东西呢 想让你帮我看一下 好好好 请 这里 好 好 这里 看一下 坐 这是什么呀 先看看 这是五龙宫地下工程总图啊 专家就是专家呀 没错 这正是武当山地下工程的总图 不过这个年代久远了一点 有些地方不清楚了 我看看啊 能不能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我跟你讲啊 我跟您讲啊 古代人建造地下工程啊 是非常繁复浩大的 虽然古人没有精确的勘测工具 但是工匠们 凭着丰富的经验啊 施工力求简单实用 功能性极强 你看这幅图啊 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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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里好像有点延展嘛 可是看上去和总体结构并不协调啊 好像这是有人故意所为啊 前几天啊 前几天啊我看到一封信 是明朝时期四川总督孙世一写给武当山墨高真道长的 内容嘛是关于武当山宝藏的事情 你看这几处啊 明显的和排水系统无关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奇怪啊 难道武当山真的藏有宝藏 你等等 你这封信是从哪儿来的 是我们学校的林老师拿给我看的 林老师 樊教授啊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跟我合作 咱们俩共同去挖掘这个大的秘密 说不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 对 就凭这张工程图 我也要再去一次武当山 樊教授啊 我跟你讲 刚才咱们俩谈的这是个秘密 可不能让外人知道啊 我知道了 没有证据不好乱讲话的 庞先生啊 这张图我可不可以拿回去研究一下 可以啊 拿回房间看吧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就告辞了 好 就这样 后天就是我爸爸的忌日了 对了 已经一年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你想回美国吗 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我可以陪你一起回去 不 在没有查明真相之前 我是不会回去的 你到现在还不想放弃 杰克 你认识我爸爸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应该很清楚 他每天都会随身带着他的药 而且他每天出门之前 我都会特意帮他检查一遍 所以当医生告诉我说 我爸爸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 你让我怎么相信呢 也许你只是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我所以 我不管你相不相信 反正你不要劝我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不是不相信你 杰克 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 因为这个正甜闷闷不乐的 我想如果林教授知道你这样 他也会放心不下你的 尊敬母 那是皇上的 真严知 Sorcía 杰克 你看 昨天傍晚一场雷雨 让雷火炼电奇观 在武当金鼎之上重现 有一些游客 亲眼目睹了 这一百年不遇的奇观 而且昨天武龙宫里面 已经干枯数十年的无颜景 居然再次涌出清水 这是一个好兆头啊 彭先生啊 对 我听说了 好的 那我尽快过去 好 再见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 我马上要去武当山了 这么着急啊 我送完你马上就过去 可惜我明天还有课 不然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去了 你也要去啊 你去干什么呢 我想去看看 说不定还能看到 雷火炼电的奇观呢 那好啊 等你明天到了跟我联系 我给你安排好住的宾馆 好啊 那谢谢你了 等我来 等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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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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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听清楚了吗 这周末要和女朋友出去 这天多热 通宵车有急 你说是不是 加油啊 你小子 一决屁狗我就知道拉什么屎 我都帮拿来 好嘞 我就说还是你最了解我 太棒了 拿了吧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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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的什么来路啊 那个女的叫林如意 今年二十五岁 好像是哈佛大学留学生硕士 上个月作为咱们学校的 来访者 来咱们学校做交流 那男的呢 那个男的 听说叫杰克 具体情况不了解 不过看起来 他们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杰克 我还露息呢我 看来有点难度啊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努力也未必成功啊 不过 一定要永攀高峰 那是啊 对了 他住在那个留学生宿舍303 防守 防守 林老师 林老师 我来我来 我帮你们办 你这人怎么总是阴魂不散呢 这不就是缘分嘛 林老师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有必要告诉您吗 我随便打拼一下您去哪儿 那你告诉我去武当山的路怎么走啊 我以为您要去哪儿呢 您问我就问对人了 第一我是武当山人 第二武当山的路我比较熟 这样吧 跟我走 我自己有车 你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 我来我来 你把你的电话给我好不好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张路线图 不如这样吧 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写给我 我有需要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你 林老师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谢谢啊 那走了 拜拜 慢走啊 林老师 这一路累了吧 还好 方简我已经帮你开好了 我带你过去 请进 怎么样 方简不错吧 嗯 还不错 我 卧室在那边 我想去买一些香煮纸钱 祭奠一下他老人家 在这里啊 有点不合诗意吧 我爸爸研究了一辈子的武当山 向往武当山 在这里祭奠他 也算是了了他一个心愿吧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的放下 教授的寺只是意外 我爸爸去世之前 有一天很兴奋的跟我说 关于武当山的研究 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而且可能会轰动全世界 但是没有想到 过了两天他就 总之我是不会放弃的 你为什么总是不能接受 这是个意外的事实呢 爸爸去世之后 他所有的研究资料 和重要的研究成果 全都突然间不见了 难道这也是意外吗 我跟着教授 研究了这么多年了 除了我和教授 没人知道这些事情 你这么说就是怀疑我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就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真相 真相就是 教授纯粹是意外死亡 没任何其他原因了 我还有事你该走了 你不要后悔 谢谢大家 大手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 开你的 巴不分 转的 巴不分 谢谢观看